冬奥史上有没有中国运动员能够吊打一个时代 有 王蒙 他是冬奥会的四冠王 114枚世界赛事金牌获得者 凭一己之力将女子500米带进43秒大关 短道速滑界的大魔王 他就相当于乒乓界的邓亚平 张仪宁 羽毛球界的林丹 跳水界的郭晶晶 在2013年的一场市井赛上 王蒙就充分展现了自己在短道速滑的绝对统治力 注意看 这个全程背着手的选手就是王蒙 一开始 王蒙一直跟在对手身后 也没有加速的迹象 但就是在2分40秒的时候 王蒙突然加速 用惊人的爆发力 一下子超越了前面所有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 即使是加速状态 王蒙也是背着手滑 这种低调 却让对手无可奈何的无敌气场 也正是王蒙的魅力所在 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 王蒙在比赛中 打破了女子500米短道速滑的世界纪录 用自己的实力让外国解说员所探服 在温哥华冬奥会上 他又率领中国女队周扬 张慧 孙玲玲等人 包揽了女子500米 1000米 1500米和3000米 接力女子短道速滑项目的四枚金牌 有人问 王蒙为什么这么强 中国短道速滑队为什么这么强 成功的背后 其实离不开教练的默默付出 这是中国冬奥史上的一个名场面 王蒙在温哥华成功拿下500米冠军后 他没有沉浸在掌声和欢呼声中 而是一下子跪在教练面前 对教练质疑最深的敬意 赛后 王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采访中说到 如果没有李衍教练 就没有他如今的成就 而且不仅有王蒙 很多优秀的短道速滑运动员 是李衍手把手带出来的 比如李坚柔 周扬 五大静等 2014年 李衍带领的中国队 在俄罗斯冬奥会上 拿下了两金三银一铜的好成绩 今年还是由李衍教练 带领中国舰而出战北京冬奥会 让我们一同期待 李衍教练带领的中国短道速滑队 在北京冬奥的赛场重回巅峰 再创辉煌 这是颁奖礼上最尴尬的合照 王蒙直接甩脸走人 如此不礼貌的行为 却亿万网友纷纷点赞 王蒙为什么直接甩手走人 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在2010年短道速滑示警赛上 因为韩国选手朴生智的恶意犯规 使得中国选手周扬被迫退赛 比赛一开始 韩国选手利用起跑快的优势 滑到了第一的位置 一圈后 英国选手开始发力 超越韩国选手来到了第一 比赛还剩下六圈时 周扬开始发力 从外道完成了连续超越 但就在最后冲刺的时候 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韩国选手朴生智 突然意外的摔倒在地 而在他摔倒的时候 还拉住了旁边的周扬 使得周扬被迫撞到护栏上 倒地不起 在监控画面上看 韩国选手在周扬摔倒的过程中 还用冰刀在周扬脚踝上捕了一脚 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 被韩国选手朴生智的犯规行为弄伤 王萌十分气愤 而在接下来的女子全能比赛中 王萌未能成功未免冠军 而这场比赛的金牌得主 正是弄伤周扬的韩国选手朴生智 因此 半掌台上的王萌 韩国队握手时也十分不情愿 还将一只手插入了口袋 当韩国队国歌响起时 王萌仍然将手插在口袋里 在合照环节 更是直接走下台 霸气十足 也难怪后来在采访中 王萌会这样评价朴生智 在你的印象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选手 是让你们比较深恶痛觉的 大胆的说 怕是算一个吧 但是怕是说当年手上动的比较多 不是很规矩的 如果他要是不伸手 王萌会跑不了 注意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